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国投资大家好 我上次投资顾为民谕 今天走向呼吁 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国大盘的表现 台国大盘的持续性 又是创下这个波段 近30年以来这个新高 那今天这个指数 已经最高来到11,668点 那相对我想以再近期 这个台国部分 就是说从这个8月6号到今天 一样持续做一个创高 那指数已经累计 快接近这个1500点的 一段的一个行情 那毕竟我想以今天这个盘面当中 有个特色就是说 今天这个盘是一个很标准 拉金融出电子 拉东出西的这个盘 那相对我想以今天整个一个 就是说包括像金融个股 不管是说像护邦金涨了2%多 国泰金涨了快接近4% 来到3.8%的一趟那个涨 那等于说透过这个金融股的一个称盘 当然话也称注今天这个指数 收涨一个实际性收涨一个9点 来到这个11,653点 那问题我想以今天这个量 量能扩大到这个1592亿 快逼近到1600亿的这个量 那当然话我想这个盘 想当然而都已经会有一个 是不是量价同时到顶的这个余率 那毕竟我们之所以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看法 尤其说包括我老师我们在近期 带给各位的策略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希望各位 这个盘做个不断不断攀高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们也特别特别提醒各位 你在乐观之中 要保持这个戒心 乐观之中要保持戒心 那当然话我们提供给各位的 这个策略面的重点就很简单的 这两句话 掌握轮动 敢买敢卖掌握轮动 敢买敢卖 那至于哪一些个股要做买进 哪一些个股要做卖 那当然我们全面性 我们的操作就是很简单 根据讯号 我们来执行该做的这个动作 产生卖讯的一些个股 你要去执行这个出厂的一个动作 产生这个买点 回撤买点的一些个股 你当然的话可以往这些个股 来做到它移动的一个 掌握住轮动的一个tempo 那毕竟我想以今天这个盘 拉金融出电子 那毕竟就是我老师 我们真的在近期带进了一些个股 大概我们在今天 已经获利出厂大概一半 获利出厂一半 把资金做个回收的一个态势 那毕竟我想我们之所以要会卖 当然话 针对卖讯产生的一些相关个股 二话不说执行这个获利出厂这个动作 那针对还没有产生卖讯的一些相关个股 当然的话静待它这个卖讯产生 我们在执行该做的这个动作就OK 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根据讯号执行动作 那毕竟我想以今天整个盘面当中等于说 今天台股大盘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特别有跟各位强调这两个重点 因为毕竟各位你不敢看一下 我这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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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量 这是量这是价 就是说这个K棒 这个这个这个栏位 就所谓的叫乖履率 那这个乖履率为什么那么好用 我想我们在以往 在昨天我们也跟各位做分享 这个波段从这个8月6号 8月6号当时创低到这个10180 比如说8月6号当时 月线的一个户乖履率 户乖履率来叫做户的3.76 那展开这一趟的一个 一涨涨的快接近1500点的 这一趟的涨幅 那当时我想我们很清楚跟各位做强调 一样透过这个乖履率的问题 月线只要正户乖履率 超过这个2.5之上 通常就是那个波段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 那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当时在8月6号 户乖履率来到户了3.76之后 当时是10180 那展开那一趟在这 这一趟的一个强攻 那毕竟我想到目前为止 各位你也可以来看一下 你说到昨天 昨天这个月线的一个正乖履率 正乖率来到这个3.57 我想这个全面性都已经超过这个2.5之上 那等于说 这就是透过这个乖履率的一个应用 相对应来讲就是说 毕竟现阶段这个距离这个月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差距已经来到这个3.57 那反应在以往 户乖履率过大 马上强谈 正乖率过大 马上做一个拉回 一个修正 那毕竟我想 现阶段已经处在一个 叫做相对的一个高档区 那无论如何 我想这是绝大多数的人 共同的一个通病 只会买而不会卖 尤其这个接触点 我们就特别特别着重各位 你要会卖 卖的这个动作 那相对我想今天除了就是说 以这个乖利率 正乖率已经形成过大 会有这个 就是说 就是高档这个余率以外 那特别在针对今天这个量 来到这个1600 1592亿 还没有加上盘后盘 那等于说 快捷径1600亿的这个量 那等于说 它是今年度以来的一个次低量 次高量 第二高量 最高量在哪 在什么时候 在4月份 当时的量来到这个1698亿 那当时在这 那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这对上去 量价同时到顶的后续 这一段先做一个修正拉回 那毕竟 除了刚刚跟各位讲 乖利率 像以往这个乖利率也是超过2.5以上 量 量价同时到顶 后续去修正 那等于说 目前这个接触点 一样正乖利过大 量量是次大量 相对来讲 一样很容易去形成一个叫量价 同时到顶的一个态势 那尤其这个部分 请各位无论如何 针对相关这个持股 会买 你要做到一趟叫会卖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今天针对相关持股 以前先把它去做到一趟 出厂一半 然后留一半 近代卖讯产生 再来做到一趟卖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我想 个股依然维持 这个叫强势这个轮动 那什么个股该做买 什么个股该做卖 当然的话 全面性透过这讯号的提示 那针对我们 像在今天就说 拉金融 杀电池 那盘中我想针对 今天不管是说 像这个5.2.5的科家 请继续包括像这一档 很夯的一档标的 6683这个雍字科 今天一样打落到跌停板 打落到跌停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每一天 跟各位做强调就是说 如果说各位 你有这个工具的一个辅助 工具的辅助 什么时间该做买进 什么时间 什么价位 该做个卖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个工具都能够很清楚 第一时间就很明确 价位都是清清楚楚 那包括我想今天这个雍字科 今天打到跌停板 来到这个224块钱 那重点我想 以雍字科这两个股 早在上个礼拜 卖讯246块半 2百四百六百五百 卖点都已经出现了 那卖点做产生 我想这个就是说 这个讯号都有提前告知的 这个它的一个功能 毕竟等于说 卖讯你产生 我想各个后续 后续 不好意思 后续你都还卖得掉 卖得很漂亮 卖讯你家 还在冲高一趟 你卖掉之后 这一两天 今天形成一下 迅速的一个压回 今天这个跌停板 你有这个讯号的一个提示 一个辅助 你当然可以成功去避开 所以做到这样避开 而且早在这个10月29号 你都已经出清你的这个持股 雍字科的部分 因为毕竟这档标的 比如说从他当时 买点在2001块钱 在10月18号 这个一买一卖的这个循环 循环已经走完 买点需要勤勤出处 卖点需要勤勤出处 卖讯一到 等于说我今天马上 后续你都可以卖得 卖得到这个价格 那快速做一个压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 个股在走循环 那毕竟等于说 强势轮动 个股你在轮动 你要掌握出这个轮动 该买的个股你要做买 该卖的个股 一样二话不说 要执行这个卖的一个动作 身对雍字科的部分 今天打落到跌停 那各位你今天能不能去避开 你能不能去避开 这个早在10月29号 已经很清楚 告诉各位 你应该要酸 你要做卖的一个动作 雍字科的部分 另外我想 为了我老师我们再次说 针对我们这个FB社团 我们有特别在这个上个礼拜 礼拜六 顶礼拜拜 人一样休假期限 我们在这个在11月2号 在这个19点36分 等于说晚上这个7点26分 我们有特别针对我们这个FB的粉丝 我们就说针对一档 也是近期非常非常夯的一档个股 6558的这个新能高 我想这很多很多的老师 在推荐各位做买进 那毕竟针对这个新能高 我想他就说在上个礼拜 礼拜五 这是礼拜五的这个短线 这是他的日线 那等于说礼拜五当天 他是大涨 大涨快接近4% 大涨快接近4% 相对应 我们在礼拜六 上个礼拜礼拜六 我们就问我们的所有粉丝们 这个线土长这个样子 你应该买进还是卖出 还是你有你的策略 我想我们就在我们这个FB社团 也直接问我们所有这个粉丝 那毕竟我们之所以这样子的问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 以新能高 除了目前 全市场利多讯息一投落区 包括他的一个这个TWS 就是说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的一个热卖 AirPods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相对应来讲 市场全面都是利多讯息 然后再加上加上这一两天 今天礼拜一礼拜二台股又是量价奇养 这个大涨 整市场热乎乎的 那热乎乎 我想各位你眼见为凭 你看到这个线土你还会去追吗 他这个短多卖讯 这是60分钟线 短多卖讯已经即将做一个产生 即将做一个产生 你字字少少 消息面利多一投落区 一堆老师建议各位去做买进 甚至说包括 礼拜一礼拜二 全面全市场是量价奇养的一个大涨 那等于说 你会不会 看到这个这个人家的推荐 你就会装一下 你去形成一较乱抢劲的这个动作 我想各位你看到这个线土 你绝对不会去做抢劲 因为毕竟短多卖讯已经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后续我想这一两天 各位你看得到新人高 昨天卖讯82块半 82块半 果然卖点做一个产生 那当然我们在礼拜天 礼拜天礼拜六问各位这样子 等于说星期五 礼拜五他是大涨快捷径4% 你字字少少 这个线土眼见为平 你看到这个线土 想必各位你绝对 你不会去做一个追进的动作 你不会去乱抢 那字字少少 你有持有的投资朋友们 你可以静待卖讯产生 那你去执行这个卖的一个动作 昨天礼拜二 卖点产生这个82块半 你卖掉 我想这个完成一趟的一个循环 当时的买点 买点在这个66块钱 买讯在这里66块钱 然后到昨天产生这个卖点 也是完成一买一卖的一个循环 卖点在82块半 卖掉之后 昨天今天做压回 今天尤其现在新人高 今天收到今天这个最低点 拉回一个3.7% 今天收到最低点 那大概这个一来一往 从昨天到今天 一差差了多少 差了5.5% 5% 就不见了 所以说我想针对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跟各位着重 你会买 无论如何也要会卖 那除了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 像雍字科 我想你眼见为品 如果说各位你手中 有这个工具的一个辅助 那等于说会买 你可以买的很漂亮 会卖你也要卖的干干净净 等于说就是说你全面性的操作 就这么简单 根据讯浪执行动作 新人高的部分 那外来说 我们在上个礼拜还特别针对 就是说在上个礼拜 10月29号 产生这个短多卖讯的一些相关个股 那我们在当时也都直接分享给各位 包括健庸 包括叫做六四六二神盾 那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当时卖讯 10月29号上个礼拜 卖点一产生63块4 卖讯产生你去做卖的动作 一修正拉回 拉回多少 一个礼拜拉回23.7% 这怕死人 24%不见了 后续我们也不断每天跟各位做强调 那高档卖讯产生你高档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先卖拉回 静待回车买点产生 你在做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毕竟健庸的部分 买点在昨年产生在这个52块4 52块4 那今天收款收到52块9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的操作 你会不会赚更多 同样持有这么一档个股 你观点先买 拉回 你避开这一趟23.7%的一趟修正拉回 买点产生 回这买点产生 你再做个买回 我想透过这样子的运作 你会不会赚更多 我想这个各位你自己眼见为品 另外包括像646很多 我想我们在昨年也都跟各位做强调 高档卖讯311.5 卖点一到你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我想这个什么个股也产生 卖讯或者工具 第一时间就可以很清楚告诉各位 高点先卖 一收正拉回 你没卖一张就差了5万块钱 后续我想我们在这一两天跟各位讲 你不要不要去摸底 近代买点的出现 各位我们不建议各位去用摸底 看它嚇得多 短短一个礼拜拉回50块 那等于说你就乱抢乱抢 那毕竟我们的操作 我们希望各位全面性 根据讯号 卖讯产生 现在目前还没有买点 我想这个已经快逼近买点 你快做做一个产生 那你这两天去追一样不对 你讨不到任何便宜 那相对我讲 最快最快 神盾明天回撤买点 就做到产生 那就静待它买点产生 你在做买的一个动作 操作就是有所本 卖讯产生做买 静待买点产生 你在做买的一个动作就OK 这针对 就是说你要执行这个卖讯产生 要卖的一些相关个股的实际上状况 那透过这个工具的辅助 其实各位你想必你也知道 有这个讯号第一时间的告知 你能不能买的漂亮 卖的更漂亮 那尤其一样透过这个工具 每一天早上9点开盘之后 会自动针对短线波段 多空的一些个股 直接帮各位去做再让精挑续弦 那今天轮动已经产生回测买点了 包括像这个2387的像晶圆 买点在37.9元 虽然今天小涨就说收在这38块钱 等于是回测买点产生 你做买进短多个股 另外一档2345的像智邦 买点在176 今天收在180块钱 等于说这些标的符合 他之前已经产生卖点 你观点先买一刀 高点先不要拉回 我们在回测买点产生 我们再做个买回的动作就OK 操作全面性根据讯号就OK 那毕竟我想短线上 我想说我们在近期 针对这个礼拜 我们带进了一些相关品概个股 那像我们在今天不管说 像这个2474可乘 6269这个台迅 我们已经做这个 这个获利出场这个动作 那包括像莲友 我想莲友买点在这边拉高 我想就是说今天有做个小糊涂的压回 那我们都一样做个续报的一个动作 静待卖性产生 我们就做卖的一个动作 那像台郡各位可以看一下 台郡为什么要卖 今天卖点产生在114块半 比如说这一趟从买点97块6 一买一卖完成一个循环 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短波段操作 周周赚10%完成一个循环 所以我想这些相关的这些个股 不管怎么买 怎么卖 各位你有这个工区 这个讯号的提示 有这个讯号 就能够很轻松 协助到各位 趋吉避凶 永保安康 什么个股该做买 什么个股该做卖 买到什么价位 卖到什么价位 我想这个工区全面性 第一时间都可以很清楚 来告诉各位 那毕竟针对这个工区 我想我们在近期 有提供给各位这个 8888这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我们在这个礼拜 就会做个截止 只要8888 各位 我们就说在这个礼拜 礼拜五 会做个截止 比如说 仅仅剩下三个交易日 春沙缸 春沙缸请各位 无论如何 你透过这个工区 我想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不给各位这个煽动激情的一个邀约 我想我们强调的一步一脚印 那等于说 我们要带给各位就是扎扎实实的一个 获利 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 相对这个部分 8888 这个详细 这个活动的一个内容 请各位无论如何做个好好把握 只要8888 加入我们的会员 会员你可以有盘装 这第一时间的这个买卖的讯息 待进待出 那你另外 你会马上 拥有我们这套 智慧型 这个操盘工序 但是详细这个8888的一个内容 请各位 都可以直接来做个洽询 好 今天节目告段落 谢谢大家 明显